各位網友,大家好 鑑於前一段時間報導台山核電站洩露輻射 我特地來到最近台山核電站的大嶼山 好了,我們先看看國際標準 就是每小時0.52個微西弗 東沖站附近去測試 好了,不要說太多了,馬上測試 我們走了一段時間 曾經最高是0.3,但現在平均是0.16 我們呢 馬上測試 是0.16 我們在測試 1,2.3 1,2,3 1,2,3 2,3 1,2,3 大嶼山是最近台山核電站的地方 好了,來到昂平360的入口 看看數據 大家看不看到呢? 就是0.18的 然後是0.21 是高於東沖地鐵站的 一點點的 所以 它比全灣低 所以現在台山核電站洩漏核輻 應該是高於全灣的 現在是0.15 這個方向呢 看看 好,你先飛回來 到0.12 好了,我們再看看其他站 咦 突然去到巴士站附近 CityGay那裡 突然變成0.39 了 怎麼會這樣呢? 0.36 聽說香港的大理石 是有 會 發出一些放射性物質的 那我就要再查一下 那我就要再查一下 好了,接著又變回0.24 好,我們再看看 是 對 因為 在前面 好了,稳固起见,回头再试一试 大家可能看不到,应该是0.18 刚才这个位置突然飙到0.39 的几乎… 1-2-3-2-0 好,總結來說,平均東涌 大魚山的東涌站附近是沒有特別高的 大魚山的東涌站